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能够继续谈论这个节目 令这个节目可以成为大家精神食粮 我都觉得非常开心 所以都继续努力 今天也有几个可能会深一点 但我都觉得很有意义 真是反映到科学新知的几个题目给大家 现在画面上大家看到这个 一个好像太空似的东西 一个叫James Webb 的望远镜 其实都是把我们的望远镜的性能提高 令到我们去拍摄宇宙里面的大尺度的影像 或者是一些比较小尺度精细 能移动得很近才能够看清楚的一些星体 都是越来越能够看得多的 譬如说如果有了James Webb之后 我们就更加容易发现到一些 以前是未看过的 一些其他太阳系上面的行星 甚至乎上面的月亮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越来越发现得多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都明白的 随着我们今时今日的摄影 那些解像度提升得越来越好 我们自然就有更加厉害 下一代的太空望远镜 就可以摆上太空 和我们拍摄一些更加清晰的照片 而现在画面上看到一个叫Roman 这个就是我会说 是继续这个James Webb望远镜之后 下一代的太空望远镜 现在James Webb已经发射了太空 运行中 其实运行十年八年左右 已经准备好 我们再摆下一代的太空望远镜 来再拍摄更多一些东西 大家要留意 不要以为摆处清晰一点的东西 不太简单 我会说 在今次由James Webb 再接下来转移到 Roman的太空望远镜 其实已经成为 美国太空总署核下的 一个会实行的项目 由技术规格 我们会看到一些 以往其他望远镜 对于宇宙学和天文学 一些更深的奥秘 我们将会由这一代的望远镜 去和大家去发现 在这里 先说 如果看画面 即下半部 大家看到有些 轨道 圆形 桌圆形 这些画面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Roman的望远镜 它就和James Webb 都会是一样 就会摆在一个 来地球比较远的地方 大家要记住 哈勃望远镜 基本上是摆在近地轨道 它就像人造卫星 绕着地球转 所以有时候 它会摆在地球和太阳中间 就会受到太阳光照射 就会看一些 黑黑黑的宇宙 就会比较困难 但是 在James Webb的望远镜 比起哈勃再高的一代 即现正在运行的 James Webb的望远镜 多了的是什么呢? 我们就选取了一个 叫做拉格朗日点 L2的拉格朗日点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 我们以前在以往的节目都有介绍过 提过的 就是如果你把人造卫星 或者太空望远镜 放在拉格朗日点 L2的这点的时候 它就会在地球的背部 即是它永远会被地球遮住 如果放在这个位置 你向着看黑黑的太空 其实很好 因为有地球去保护着 令你少受太阳光的照射 于是乎你来自太阳的集讯 你会少一点 你会看宇宙清晰一点 还有放在这里的时候 它因为计算过 由牛敦力学计算过 轨道的稳定性 就令它长期 基本上是跟着地球 一起围绕着太阳 是公转的 即是说它不是像哈勃 那样 好像一个月亮仔围绕着地球 它是其实 放在拉格朗1.2L2的 James Webb望远镜 以及未来的Roman的望远镜 都是放在L2那里 它就会跟着地球 同步地一起围绕着太阳公转 所以它一路这样走的时候 地球一直罩着它 令它不容易被太阳光照射到 所以作为一个 它不停地向着太空深处望远镜 我们一定是想到这个位置 以往我们都有其他的天文项目 去看譬如宇宙背景辐射 都会摆到这些位置 因为当我们尝试找一些 宇宙深处的影像 或者宇宙深处的辐射讯号的时候 我们都尽量希望能够得到 地球的保护 尽量帮我挡感一些太阳光 那我这里又要接着来说 一样更深入的东西 这个望远镜的确是会比 现在运作的James Webb望远镜 或是以往的Harbert望远镜 都要强很多 James Webb望远镜 比起Harbert 强了几十倍 如果说的解像度 那现在Roman望远镜 又再会比James Webb 强多好几倍 那会不会再发射前 再提升 这个暂时未知 但起码在现在这个规格里面 它将会能够拍摄更精细 解像度更高 一定是灵敏度更高的东西 那我们才会再立第二个项目 摆上去 多了这些灵敏度 最容易理解的是 将以往蒙的东西拍得更清楚 对吧 这件事 将来Roman望远镜 它会继续做 但有一件事 我觉得非常震撼 就是画面上看到的这个 这个图 也是由太空总署那边 去拿过来 这里要说到一个很科幻的概念 但我亦会觉得 有了Roman望远镜观察之后 它就会由一个很科幻的概念 科学研究 譬如说 我们试过拍过 银河系中心超大型黑洞 人马座A star 另外我们也发现了很多 由单独 单一个星体形成的黑洞 它们形成的机制 这些银河系那么大的黑洞 和这些天体那么大的黑洞 它们的机制是有些不同的 譬如有些牵涉到 譬如一个天体那么大的黑洞 就是因为它们很重 所以它在燃烧到核聚变 反映到最后的时候 它都消尽了一些东西 于是会塌缩 塌缩之后再反弹爆炸 这就是一个超新星爆炸 而剩下的残余 如果质量够大 它会形成一个黑洞 这就是我们经常介绍 这些天体黑洞现象的时候 以熟能长讲过很多 但有一个概念 其实我们比较少跟大家提及 但当我以前读宇宙学的时候 很早已经有人提及了 但因为它都流于一个 很难验证的想法 变得很多时候比较少人去注意 有人说 宇宙在起初诞生的时候 它是曾经经历了一个很高温 很高密度的状态 会不会在那个时候 已经产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黑洞 即是说 有些物质 没有形成过一个像太阳的星体 没有形成过一个核聚变 纯粹就是因为 因为最初的宇宙够密够热 令到它们可能有局部的位置 是自己走在一起 然后散开散不及 然后它自己形成了一个小型的黑洞结构 这一件事 其实听起来很科幻 因为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去量度 有一些宇宙学家 甚至乎提出的假说 其实尝试评估过 如果根据考虑机率 考虑我们现在已知见到的东西 其实应该会有多多少少的机会 在宇宙可能在开初的时候 未形成任何星体 未有任何东西的时候 纯粹是一堆很高温很高密度的物质 但是它们局部地 有些就会自己走在一起 形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黑洞 有些可能就大到 整个地球那样大的 但是有些就会小到 可能是一个苹果那样大的 然后有些再小一点 小到可能是只不过一粒细菌那样小的 有人会这样去说 然后来到这里 又会有一个更加厉害的概念 走入来了 如果真是 开始密度够高 容许有这些 宇宙初生时期 自然形成的黑洞 它们可以帮我们解释到 部分的暗物质 甚至乎全部 一直以来 我们经常说宇宙学 有很大的难题 就是我们找不到暗物质 会不会 其实就是这些 根本宇宙一旦生的时候 形成的这些黑洞 它根本上就是这些暗物质 极大的物质 提供极大的万有引力的时候 便帮我们去填补很多 我们找不到 看不到的物质 一些空缺了的 好像明明存在 但找不到的 那些万有引力的来源 会不会就由这些 叫做超微型的宇宙初生黑洞 就可以帮我解释到 在这里来说 说就这样说 但会不会我们有办法 量到它出来的讯号 这里又要提多一两个概念 其中一个就牵涉到 Steven Hawking 其中一个最为人所知的一个贡献 就是说 它是由热力学定律去推断到 黑洞是会有温度 和黑洞是会有 热力学内定义一个叫双的量 于是乎也能够定义到 它其实是有温度 然后有黑体辐射 即是说 黑洞是会蒸发的 黑洞是会放射去蒸发的 而且根据它的计算里面 这些越是小型的黑洞 它的辐射的速度 反而量反而越厉害 即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超巨大的 银河系的黑洞 基本上就是 它吸引物的速度 就远远大 于放射的速度 所以它就会越射越大 然后有些小型的黑洞 这些大大小小的超级真黑洞 有些可能小到只有一个 苹果那麽大 有些可能都会有 一个地球那麽大的 它里面藏的物质是很多的 但它的尺寸比起 我们现在看到天体上主流的黑洞 就会小很多 这些越小的黑洞 它放屋蛇 当然你会想 会不会我们能够 量到这些超小型黑洞的残余讯号 然后在整个天空上 那么多幅射来源 我们抽屎剝紧 找到这些是来自 这些超小型黑洞的时候 便能证实存在 当然 说是这样说 但也不是那麽容易 因为就算以现在我们的科技也好 我们也没有找到一些这样的证据 往往其中的原因是 因为它们真的很小 我们要是很遥远的星体 是说我们现在 有几十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去对撞出来的重力 帮我们才可以勉强度到 它们来的加码射线 我们才可以勉强度到一些 那么你说 会不会有些超小型的黑洞 可以是这样 给我们抽屎剝紧 很多时候会埋没了 在其他天体的放射线来源 不太容易认识 在这里又要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今次的Roman 这个太空望远镜 应该再等多十年八年 它会投入运作 但它会用到其中一个概念 来帮我们做观察 来探测一下 有没有这些超级真 由宇宙创生而流下来的黑洞 去给我们看得到 我们现在有数得计 根据Steven Hawking 给我们这些黑洞的知识 我们知道 如果它是一些超小型 像苹果那样的黑洞 一早就蒸发走了 即是在宇宙初生之后 到半路中途 地球未能形成 它已经是 已经辐射了 走了 消失了 你是希望有一些 比较质量大的黑洞 所以才能够流传久一点 就不会这么快蒸发走了 有人计算过 那些黑洞大约就好像 地球那样大的黑洞 但是往往会弱很多 它就会有机会放幅射 也放得够快 于是它生存的期限 可能大约就是一个宇宙年龄 仅仅比我们今时今日可以计算得到 这类型的黑洞 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到 这就会提到一个微重力透镜的效应 如果大家想起哈佛望远镜 以及我介绍的James Webb望远镜 影响出来的影像 有时看到很多重力透镜的圈圈 就会将画面上很多 就是因为一些有庞大的声势 它有巨大的质量 就将其他背部的银河光 就将它在整个画面上抄了几个copy 甚至将它变形 这就是强的透镜的现象 我们就这样用现存的望远镜 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这个叫做微透镜的现象 就比较难 因为它是由一些质量更加小的东西 去将光去屈曲 才能够让我们看到 所以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比James Webb 更加厉害的天文望远镜 我们去找一下这些天体 如何让一些比较小质量的天体 去屈曲它的光 现在画面上看到 如果有个天体是比较远的 有个天体是比较远的 有个天体是比较近的 是比较红色的 前面的就是有质量 它会帮我将中间的光线屈曲 即是说 后面的黄色的天体 那些光 是要兜了一个小小的弯 被屈曲了少少 然后才来到我们的望远镜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微弱的弱透镜 即是微透镜的作用 这个听起来好像还有抽象 我打一个比喻 你就很容易去理解到 如果你在太阳光之下晒 或者不要说太阳光了 像普通的灯光 或者一些射灯也好 你只看它们很辛苦 然后前面还有个人 拿着一个放大镜 在你和那个射灯中间画过的时候 你会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下会不会 如果那个透镜的光 是更加能够 即是那个透镜 更加能够 将那个射灯的光 集中聚焦你的眼 令你的眼睛变成了一瞬 这一件事 如果我们要说 不要拿着一个放大镜 对着太阳 更加 就是傻的 是不是 火柴都能够点亮 它就有能力将那些光 聚焦加强了 就是有时 刚好 你的角度 对 摆正的位置 如果你的放大镜 在你对着太阳的方向 突然之间画过的时候 突然之间有一下 就会很有效 将太阳光聚焦到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作为这个接收器 就突然感受到很闪了一下 而画面上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 其实就是 会不会天空上 有一个很弱的天体 它就像一个透镜仔 一个放大镜仔 它会将其他星的光 在当它中间画过的时候 就突然之间闪了一闪 光了一闪 接着这个Roman的望远镜 其实就是想捕捉 这些叫做 微透镜的现象 它不是一个很大尺度 可以看到整个影像 将它屈曲了 几个copy的影像 而是一些出现得很短暂 突然之间 光度很奇怪的一种变化模式 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些 叫做 微重力透镜的现象 然后我们再去抽屎摸镜 看看这些微重力透镜的现象 会不会有机会来自 一些由宇宙初生下来的 超小型黑洞 这样的 在这里就叫做 很笼统 尽量避免用数字的方式 来介绍给大家 告诉大家 未来的新一代的天文望远镜 为何能够认识一些 以往不能够认识的东西 如果这个望远镜 未来真的要发射 去复役的时候 相信到时 我们就一定不忘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最新的发现 和出来的结果是如何 至少一件事可以保证的 就是它一定能够 比起我们现在的 James Webb望远镜 发现得更多 更远 更加微细的天体 可能是再远一点的 其他能河系里面的太阳 是上面的行星 甚至乎月亮 都可以依赖着 下一代的 这些人造卫星 太空望远镜 可以看得到 这一节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 再继续介绍 其他的科学新节